Hello 各位Wildtime朋友大家好 我是Jay 今天想和大家介紹一個阿根廷的葡萄酒系列 它叫Delicado Delicado這個葡萄酒系列主要是用Malbeck來做主要的醞釀 其實Malbeck這個葡萄品種是在18世紀 在法國是非常之出名的 主要是一個西南部的地區作為一個醞釀的葡萄品種 19世紀之後就輾轉去到阿根廷 變成一個非常之受歡迎的葡萄品種 這個品種其實很喜歡陽光的日照 成熟的Malbeck會有一些類似巧克力 果香的特質 但是Malbeck本身的單寧和酸度不是特別突出 所以來到阿根廷Mendoza這個產區 剛好在安帝斯三日的羽影區 距離大西洋是有一段距離的 日夜的溫差比較大 日照的時間也會較長 正好令到Malbeck的生長 速度比較減慢 不會令到它過分成熟 會令到Malbeck的單寧和酸度 可以開展得更好 風味就會更加平衡 來自Mendoza的一個小的產區 叫做陶蓬加鐸谷 這個也是在羽影區 降雨量是非常之少的 大概每年只有200毫米左右 酒莊為了解決水的問題 其實它會用到雪山溶的水 再加上土地的地質 是一些碎石為主 一個沒有污染的天然環境 以及風土也是非常之適合Malbeck的生長 這裡生長的Malbeck又細粒又濃 風味特別突出 在其他地方都比較難去感受到這種風土的特質 介紹完Malbeck和阿根廷Mendoza的產區之外 講述Delicado的酒莊 其實它的酒莊叫做Francalfigment 在200年前它已經開始種植葡萄 除了剛剛提到它的葡萄園 有一個非常之高的海埔之外 其實它近年也請了阿根廷一位 好出名的天才羊酒師 叫做German 幫忙去做一個操縱 還有一些wine making的process 非常之值得留意的一個釀酒師 近年來它也是受到很多酒評家的高度讚揚 在Diricado系列 我們有Wide Time主要有三個酒款 其中一款就是100%的Malbeck 有Malbeck再加上一些Cardinette 類似Bordeaux Blank的做法 還有一款是Cardinette 我個人最喜歡的就是100%的Malbeck 倒出來我們看到它的顏色是泛紫色 非常經典的Malbeck特質 香氣方面有很香的紫羅蘭花香 有果醬的味道 入口的時候藍莓的味道是很出的 亦都結尾有少許咖啡 朱古力的味道 酸度方面也有差不多 我認為十分之適合中秋節 烤肉的時候 會適量的酸度在葡萄酒裏面 在Food Matching的時候 就會令到吃肉的時候沒有那麼扭 吃肉的方面會提高 吃肉大增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這支Delicato的Malbeck 最後希望大家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Like我們Facebook和IG Thank you